第四十四集 名瞎子对陈有亮篡夺皇位的做法非常反感 但是又惧怕陈有亮势力太大 担心惹恼他灭了自己 因此一直不敢有所动作 现如今见陈有亮跟朱元璋真的大打起来 不久又传来陈有亮进攻南京遭到惨败 险些被俘虏 战船几乎没有了 已经被朱元璋逼回安庆的消息 他不由地大笑起来 说道 我做统军大元帅时 他还只是倪文君手下的参将 他伤害了倪文君 又窃取他的兵权 现在他能做皇帝 我早就可以做了 于是 明玉珍派陌人寿领兵攻打奎州 与陈有亮断绝来往 以免在重庆自称龙鼠王 让人立徐寿辉庙宇 在重庆城南 以示敬重与纪念 明玉珍趁着朱元璋与陈有亮大战之时 自己做了皇帝 不再轻易出兵 过自己安乐的生活 元朝的大将 则趁着朱元璋与陈有亮大战之时 大举进攻京都周围城池 招响了红金君丞相田丰 平顶山东 重振军委 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尔 虽然被刘福通 从荡山嘉河接到豪州 称帝 叫小明王 但是军政大权 还是完全由刘福通掌握 小明王 为义军最醒目的领袖 自然遭受援军合力的围剿 刘福通 为了减轻中央义军的压力 派出三支义军 出师北伐 刘福通自己率部 两次进攻北宋的首都汴梁 后来一次获得胜利 刘福通便将汴梁定为宋政权的赌场 将韩林尔从豪州迁来 这是北方义军短暂的鼎盛时期 刘福通虽然勇敢果断 善于冲锋陷阵 却不能在军事上做一个全局性的谋略 攻占的土地也不去做有效管理 他的部下都与他称兄道弟 严令之下也有人敢置之不理 这样的才能 这样的管理方式 当然难以夺取天下 他派出的三路北伐军 开始的时候也打了些胜仗 但是由于孤军深入 各自为战 不能相互侧应 最后一一的被援军击溃了 由于三路大军失利 形势即可逆转 援军又集中兵力 对宋政权发动攻击 援朝对刘福通深恶痛绝 一心想置异军于死地 以重新巩固自己的统治 这时候 便纠集精锐 派出最凶悍的两支军队 分别 由阔国帖木尔 和波罗帖木尔率领 对宋政权的包围一步步紧缩 阔国帖木尔 宜军洛阳 加紧对便梁的进攻 波罗帖木尔 则竭力切断便梁与山东的联系 拼命地攻打曹州 不朽 曹州陷落 波罗帖木尔继续挥师北上 驻进大同 切断了便梁与中陆大军的联系 而同时 阔国帖木尔则宜军虎牢 只战船于黄河内 派兵巨守黄陵渡 而且又把陕西山西的各路援军 包围的水泄不通 想趁着朱元璋陈有亮大战之际 将这位义军领袖 一举见面 把多年来被义军攻打的仇恨 发泄出来 在援军强大的攻势下 刘福通抵抗不住 只好带着韩伶尔冲出城围 逃往安丰 可连城内数万亿军战士 以及宋政权官吏家属 都落到援军之手 惨遭杀戮 暴虐 刘福通相信 再有一次机会 可以重新再来 赶出辉煌的业绩 一定不会再失败了 然而命运 从来都这样对人说 失去的 就永远不会再来 除非你当初珍惜机遇 使之避免失败 此时的张世成 因为被徐达一路的击败 对朱元璋军队 已经是心存害怕了 因此当陈有亮 来邀请他 一起来击打朱元璋时 他找了个借口 说自己生病 没有参加 后来得知 陈有亮进攻南京城 惨败退兵 朱元璋穷追不舍的时候 便是万分的高兴 但是呢 又是胆战心惊 在张世成看来 朱元璋虽然比较勇猛 陈有亮更是虎狼之师 两相拼杀 一定是没有一个结束的日期 到时候 双方元气耗尽 他张世成 岂不是乐得坐收愚人之力吗 这么想着 他又想到前不久 被朱元璋夺去的大片领地 何不趁此时 都夺回来呢 以选 之前的耻辱 于是张世成大胆地派出 史文饼 李伯生 吕珍三人 率领精锐人马 北上收复 被徐达夺去的城池 很庄重地送走几位大将 张世成呢 便深藏在宫里 再也不出门了 也不去理正事 只把时间 花在 与一批地主 文人官僚 高谈阔论 五文弄墨上 有些精神的时候 便去花天酒地 史文饼 李伯生 吕珍三位大将 不负张世成所托呀 雍军十万 浩浩荡荡 一路北上 没费多大劲 便一连夺回了江阴 长熟 长州等地 正在张世成的三元大将 势如破竹 所向披靡的时候 元朝的军队 正将刘福通 小明王的都城 变得呀 团团围住了 此时的刘福通 已经势单力薄 缺粮少兵 哪里经得起 元朝的全部精锐的围剿呢 苦苦啊 支撑了一个月 终于被援军所破 刘福通 护着小明王 以及其他的妻妾妃子 仓皇的逃到安丰 这时候 刘福通的身边 军事不过万人 史文炳 李伯生 吕珍等听了 万分的高兴 立刻派人 速速向张世成禀报 张世成听到这个消息 顿时兴奋异常 小明王 原本是众义军的领袖 张世成 也曾经很高看他们 也曾经是跟着他们后面起义 可是后来随着自己越做越大 便一天比一天的 更看不起这个义军的领袖 甚至 常常有取而代之的意思 如今自己已经投降援军了 更是以小明王为敌 张世成心想 如果能抓住这个义军的领袖 岂不是立下了这世上的头等功劳吗 啊 于是啊 张世成立即下令 全力以赴 包围安丰 活捉小明王 建功立业 得到了张世成的命令 吕真便高兴地带了八万大军来围安丰 安丰虽然说城池坚固 但毕竟是个小城啊 城内又缺乏粮食 刘福通率败军进城 刚刚安顿下来 就听说吕真带兵来犯 酒精沙场的刘福通 立即知道安丰难保啊 对小明王说 我们必须离开此地啊 小明王带着他的妻妾妃子 万般辛苦 从汴梁一路逃到安丰 人困马乏 听刘福通说 又要离开 去逃命 一时面有男色 看着爱妃 一时啊 不忍离去 都说爱江山 也更爱美人啊 刘福通看到这个场景啊 也是长长的叹了口气 正要劝说几句 忽然有军事来报 吕真已将安丰团团围住 哎呦 刘福通听了 与小明王作别 匆匆赶到城上 只见那吕真的军队啊 团团团地将安丰围个水泄不通 刘福通看得大吃一惊 我死了到不足夕 只是要搭上小明王的命 断了我好友寒山桶的香火 还毁了我大宋王朝的根基啊 这样一来 我刘福通 岂不成了天下的罪人 罢了罢了罢了 纵然是拼死一搏 也要杀出一条血路 也要让小明王突出去 想到这里 刘福通披甲上马 亲自率军突围 可奈何事丹利宝啊 吕真的部队太过强大了 一连三次冲出城去 刘福通都被吕真无情地逼杀回城 最后一次 刘福通的臂膀上挨了一肩 如果再偏一些 恐怕连命也没了 刘福通只好下令 紧闭城门 坚守不出 刘福通与韩同山 是元朝末年起义的领袖 后来的一路路易军 虽说呀 都取的是红金军这面旗帜 但是各为其力 各怀鬼胎 人人都想做这天下的主子 就是没人愿意 遵从这位易军的发难人 刘福通清楚这一点 眼看要完蛋的时刻 思来想去 也想不出个好办法来 正在悲观失望的时候 他想到了一个人 谁啊 朱元璋 因为这一直以来 就这位朱元璋 对他们宋政权保持着尊重 还在高高地打着 他宋政权的旗号 刘福通的眼里露出些希望 他记得朱元璋 打下南京的时候 自己派出的特使 曾回来告诉他 朱元璋让他禀告小明王 西系红金军早已反叛 我们东系红金军将誓死忠于小明王 如果有什么难处 可随时通知我朱元璋 到时候一定拼命效忠 想到这儿啊 刘福通满怀希望 派出自己最勇猛的战将赵清云 带着小明王的亲笔信 趁夜突围出城 去请求朱元璋救援 送走了赵清云 刘福通抱着一线希望 独自登上城墙的最高处 放眼眺望 只见吕真的营长 此起彼伏 成千上万的士兵来来往往 刘福通见了 不由得开然叹息呀 他刘福通 从十五岁便加入白连教 跟随在彭盈玉身后 开展反援活动 为了推翻援朝 他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 彭盈玉死了 他与韩山童一道宣传 并且推立韩山童为民王 韩山童在举遇前就死了 重情重义的刘福通 却没有趁机取而代之 他振臂高呼 高高地举起一旗 推立韩山童的儿子 韩林尔为小民王 从这以后 他率领一军转战南北 攻城掠地 只是与援军为敌 对堂堂的大元帝国 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 正是他刘福通 首创了元朝末年的起义 宣告了大元帝国灭亡的开始 刘福通和他拥在的小皇帝 经过一番轰轰烈烈的胜利以后 做梦也没想到 在后起于他的义军 一支支发展到相当势力的时候 他刘福通 竟然会落到今天这部天地啊 他的几十万部队 哎呀 今天只剩下几万人 他的几个省的领地 也只剩下这小小的安丰城 哎 这安丰城还危在旦夕 他眼睛瞪得大大的望着远方 他怎么也没弄明白 他已经赢了 哎 为什么输得这么惨呢 这城中已经没有一点粮食了 不少老百姓举家潜逃出城 刘福通见了也不令人追杀 去就去吧 让他们去 他挥了挥手 只是在心里说 他们若不去 迟早也会饿死在城里 增添一些城里的臭味 咱们来试'd